废紙盒 紙板堆成小山 你可曾想过这些回收纸类 最后可以做什么利用吗 在回收纸类中出现的 木片 纸屑 塑胶等余料 经过干燥压制之后 就会变成我手中这个SRF固体燃料 再把它丢入我后方那个锅炉 经过850度高温燃烧之后就能发电 SRF是固体再生燃料英文缩写 简单来说就是将回收资源所剩的余料 绞碎处理 作为替代燃料焚烧发电 目前在欧洲及日韩等国家 都已经推广多年 不仅每年可以省下2亿 处理余料的成本 还能降低环境冲击 所谓对于环境的冲击 可能是在一般的石化燃料方面 可能的空气污染 对生活品质 或是对于噪音等方面的影响 二氧化碳减排的话 大概可以每年减排4万6千吨左右 燃烧SRF的碳排放约为其他化石燃料的三分之一 透过中控室的控制 SRF过路系统百分之百将余料转化为电力 而这也是全台第一座无燃煤SRF厂 预计在年底开始运转 我们集船的大家长何寿川先生 他给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说零废气最原先的一个 指的再生的循环 发展到刚刚讲SRF 能源的循环都同时的在发展 把有限资源做无限应用 造纸大厂不只推动纸 水 能源 以及碳循环经济 要做循环经济的龙头企业 东森财经新闻 里面山杨昭 桃园采访报道